今天总编辑时间为您邀请到的新闻点评来宾是望报社长黄青龙 社长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大陆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案的中美协议 那么陈光诚是可以到美国去去读法律系 但是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被媒体问到相关问题的时候 他是不动如山 那么大陆是不是开始能处理这个事件吗 社长您的观察 我想应该也不是能处理这样的一个说法 应该说他已经告一个段落 什么段落呢 那就是说陈光诚事件的最高峰有两个点 第一个点是陈光诚这个逃离的软禁 这个躲进了美国的北京大使馆 这是第一个高峰 第二个高峰就是陈光诚离开美国大使馆 就是这两个部分 那这当中当然中美之间有非常非常多的幕后的协商 那我们现在所知道连这个美国著名的教授孔杰荣 当中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孔杰荣是我们知道是马英九总统的这个 在哈佛大学的老师 好那为什么说他现在开始冷处理 那么原因是因为第一个这个陈光诚目前中美之间 经过了几波的一个协调已经确定了 就是他将来在短期之内到美国去做一个短期的进修 也就是到纽约大学他们有提供一笔奖学金 估计我估计大概是一个 semester 大概是一个学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五个月的时间 那陈光诚已经表明第一个他不是要申请政治庇护 他一开始并不想出国 但是他现在愿意出去一段时间看一看 但是他还是要回到中国来 这是一个部分 那中国的官方除了中央派的重要的官员到医院去探视陈光诚 那么对于这个他在地方上所遭受到的地方的一些违法乱纪的伤害呢 已经也承诺要做非常积极的调查 那对于陈光诚出国呢 这个中国外交部的这个大陆外交部的这个记者会上已经讲得很明白 他们甚至说是山东的公民陈光诚 可见是用很平常的态度来看待他 那么也表明说如果他有申请要到美国去 他可以像其他中国公民一样享有他的权利 这意思就是说只要这个行政的步骤往前走 基本上没有太大问题 那好在这种情况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我们讲的是为什么他已经告一个段落了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一开始陈光诚进到美国大使馆呢 国外界间最大的关注可能也是中美双方的这个核心幕僚 最像这个这个热锅上的蚂蚁的事情 就是说担心他影响到这个即将举行的在四月的 四月底的这个这个中美之间的战略以及经济对话 也就是说由希拉蕊跟大陆国务院的委员 这个戴炳国之间的一个一个一个对谈 那这个会议呢已经顺利的结束了 顺利的举行也顺利的结束了 它基本上没有影响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大陆外交部呢在昨天的记者会上呢 被问到这个问题没有新的说法 这个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 OK但是呢其实中方部目前的看起来还是非常的不满 他们表达不满是认为说美方的干涉到了中国的内政 尤其是希拉蕊到了中国之后 这个事情呢好像已经有弹出了一个协议出来 所以这个中方的态度呢就觉得表面上就对这个美方很不满 那是不是整个事件到底双方在台面上或私底下 他们是怎么样来协议的 对美国来说呢这个事情它需要兼顾到两个方面 一个是人权的这个道德诉求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中美两国之间的实质关系的运行 不要受到影响 也就是说这两者之间它要取得平衡 那么原因很简单就是说因为今天是美国的大选年 那么也是因为陈光诚在美国得到非常高的一个重视 连希拉蕊他在这个去年11月的时候 也曾经公开声援过陈光诚 而大选将界 美国一向喜欢用他的人权道德外交作为诉求 那么你可以想见如果说美国官方对陈光诚的诉求 没有做一个妥善的处理的话 他一定会招致在野的共和党的候选人 这个强烈的一个抨击 这个这是一点 事实上罗姆尼就是美国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罗姆尼已经提出批评了 那么这是一个部分 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他其实也有一定的压力 因为他今年也是换届之年 不过陈光诚这个案子对大陆来讲相对比较单纯 因为陈光诚的诉求不是像刘晓波 是要他改变中央政府的体制 甚至对共产党的统治提出挑战 他基本上要求的是一个公民权的问题 而这公民权的问题跟大陆的整个政策来说 他并没有任何违逆的地方 那么当然中央来说 他之所以把焦点关注跟美国的一个对象来说 关注在说美国干预内政 而的确是因为在形式上来说 你一个美国驻中国的一个大使馆 那么开大门来迎接一个中国的一个维权人士 这个在无论怎么讲来的话 就一个两国邦交来说 它不算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 照理讲一般中国公民到美国大使馆 应该是为了申请签证 而不是逃进去躲起来 是这样子 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中国政府对于维权人士 坦白说也有一派看法认为说 最好让他们都出去 出去之后呢 他就不会屡屡的在大陆内地 在国内实时的有话题 引起国际间的牵动 但他不怕说他到了国外去的时候 在国境的媒体上也发生 但事实上这都只是短暂的现象 时间待了久之后呢 他对大陆的影响力就会越来越小 我们在上次节目有谈到 六四之后有非常多民意人士到了海外 一开始的时候也很有一番报复 但他最后他们讲说 他们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大地 因为你脚踩的地方 不是你能够影响的 我事实上更有名的 像以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俄罗斯的一位叫做什么名字 写古拉格群岛的 他在俄罗斯的时候 这么有名的小说 当然受到迫害 后来到美国去 他在美国待了十几年 没有写过一篇好的作品 当然文学作家跟从事政治 未必完全一样 但是一样的道理 政治需要在他的母体的土壤 才能够产生的支撑的养分 这是举世皆然的 但是大陆从这个陈光诚的案子来说的话 固然如果陈光诚远离出去 那么美国做了协助 估计大陆也不会拦阻了 但是他当然也没有理由说 要你飞出去不可 我前面讲过陈光诚的例子 跟其他的政治诉求的民意人士 还是有所不同的 但为什么还是要批评美国 这个其实坦白说 很大一部分也是说给国内听的 OK 好 我们就来看看美国的部分 其实美国副总统拜登 他也认为说 中国大陆应该会信守承诺 让陈光诚早日到美国去进修 而且他还说 他是花了不少的功夫 跟习近平说明 美国对人群的坚持 如果习近平不理解的话 两国的未来是难以合作 那么美国也不想放弃 中国这个刚刚崛起的经济强权 不过这个时候 美国选择的 是不是捍卫自由比较重要 我觉得拜登的话 基本上是选举语言 我刚才前面也分析 因为他固然说 欧巴马是不是跟他搭配 继续在角逐连任 现在我们情况不清楚 不过当然他还是要帮助 欧巴马的这个选举 他谈的这些话 没有人能够反驳他 就美国来讲的话 因为他当然会说 漂亮话是一定要讲的 那么一定要把人权 摆在这里头 但是呢 这个怎么样去维系 就是前面说的 美国政府的一个立场 最具体就是说 维持一个适当的平衡 当然你也可以把 拜登这个角色 在这个时候讲这些话 当作是一个动态平衡 当中的一个环节 这个话如果是 由欧巴马本人讲 意义是不同的 但是由拜登来讲的话 我比较把它看作 是一个选举的 这个部署当中的一环 好就是说 中国大陆 讲的话呢 是说给这个 中国大陆内部人听 那么美国讲的是为了将来的 也是给美国 国内听的 那美国呢 讲的话也是为了这个选举 好我们就来看台湾的态度好了 其实呢 整个事件呢 在立法院的时候 立委李军义呢 也问了这个陆委会主委 赖信源说 大陆人权的表现如何呢 当然赖信源说不佳 那么对于这个台湾 台湾对于这个 陈光诚案的表态是如何呢 那么赖信源说 会在江城会来表达 是 我觉得其实 在两岸互动当中 尽管台湾的朝野 这个政党之间 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但是如果说 我们要让两岸的良性互动 不断的提升的话呢 那么适当的来表达 台湾的方面 对于大陆的 不管是公民 人权 这个维权的 这个一个基本的 这样一个态度 我觉得是可以的 那么以刚刚您提到的 这个立法委员 民进党立法委员在立法院 对这个陆委会主委提到的 那以及这个赖信源赖主委 说要会在江城八会的时候 会提到 我想应该可以这样看 因为首先第一个原因 就是说两岸关系的巩固 其实某一部分来说 需要法制化 包括台湾到大陆去投资 因为一个环境 一个投资环境 是不是够健全 这个他当地的这种稳定性 特别是法制化 是非常重要的 才有保障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关注说 这个江城八会 有关两岸投资保障协定 里头有包括人身安全的问题 等等这些东西 那他都希望能够法制化 但法制化 它不可能是一个特殊条款 除外条款 它一定是整体的完备性 也就是说今天如果 在山东也好 在其他地方也好 发生类似城光城这样的事情 那么它当然有可能 在个别的地方 也发生某一些 对台商权益造成的损害 对人身造成这个伤害的 这样的事情会发生 从这个角度出发 在江城八会 那么台湾的代表 那么适度的表达 从两岸互动 从台商投资 从合作的角度 来这个关切 我觉得是应该的 也是适当的 也是负责任的 那么另外一点来说的话呢 那么我个人也觉得说 民进党过去 长期以来对大陆的 这个人权的发展 这个所谓的 这个基本的 这个基层的 这个民主的发展 那么他们是选择性的关切 我说选择性的原因是 因为有相当一段时间 特别是在民进党执政的时期 那他们有一种 好像认为说 大陆反正是外国 跟它不相干 其实应该说 比较健康的一个态度 应该是说两岸之间 因为我们毕竟同文同种 我们的这个距离 这么的接近 而且我们的经济的这种 相互的互补性这么强 一年有几百万人的来往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台湾社会 不管你是站在哪个立场 都应该关切大陆社会的发展 而这个大陆社会的发展 因为它会影响到台湾社会 包括台湾人的权益 你从这个角度出发 而不是从说 你要去制造大陆社会的动乱 你要去搞什么样的政变 等等的角度 就是说你的出发点 要让大家很清楚 你的立场应该是很明确的 而你的努力 你的态度是一贯的 不是一个跳跃式的 选择性的一个需要 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 那我相信 透过台湾朝野的 对大陆人权法治的一个关切 那么它一定有 会能够成为推动大陆的 往前进步的一个 正向的一个力量 我们再回头来看看 其实整个陈光城的事件 让大家在媒体上 因为大量的在曝光 所以大家有一点点 对于中美战略跟经济对话 其实好像没有关注的特别的多 我们就看到 其实希拉蕊到了大陆去的时候 其实他们双方之间 还是有谈出一些结果来的 胡锦涛就说 其实双方是有共识的 希拉蕊也说 他们有成果 社长您的观察 到底他们最后的共识 跟成果有哪一些 从一个角度来看 很明白的一点 就是说中美两国 的确非常成功的 排除掉一个意外发生的 陈光城事件 对于这个战略经济对话的影响 你可以看到 整个两个对话当中 是完全不提这件事情的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 从他们的最后谈出来 包括说基本的友好态度 像胡锦涛在这个谈话当中 那么就非常明白说 他用了一句话说 我们这个星球 有足够大的空间 来容纳中国跟美国 跟其他国家的发展 这个话当然习近平之前 也谈过太平港够大 可以容纳中美两国 这个谈话坦白说 是有相当的善意的 而且他特别强调 就是说双方应该互相信任 互相平等互量 妥善处理分歧 换言之 如果就从胡锦涛的态度 来讲的话 他并没有 中国目前并没有把美国 对于这个中国种种的指指点点 看作是不怀好意 而是认为说 只是认为说 双方应该有更多的互信 互量来处理 双方的分歧 这个态度应该来讲说 也是非常的温和 那么另外一点 当然他们还是会针对 实质的问题 包括人民币汇率的问题 包括科技产业的 这个外销的 这个解禁的问题 应该说都有一些进展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这个媒体的关注点是一回事 实质来讲的话 的确两国在 这个 陈光诚事件来说 就两国的 这个高阶的 这样的一个会谈 应该说他做到一个 很好的损害管控 好 除了这个金融方面 比较实质上的谈之外呢 还有就是说 中美之间的 智慧财产权的部分 在这次的对话当中 是不是有比较大的突破呢 这一部分呢 是应该是美国国会议员 长期关注 那么因为特别是大陆 现在崛起以后 那么大陆市场这一块 在非常大的部分 它跟全球 其实几乎是同步 但是呢 因为大陆对于这个 制裁权的保护 相对来说 还比较是一个 落后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尤其是 我们现在看到一些 新经济跟高科技的部分 那么美国是 这个原创力的一个来源 那么它在很多 在很多国家 特别包括像台湾 我们过去碰过 301的这个条款 很多都是卡在这里 那但是呢 这一块在中国大陆 老是撞毙 因为中国大陆 还有一个情况 它的山寨的这个 翻版的精神很快 包括外壳 包括这个里头 做的这个 我们讲的这个 这个软体的内容的部分 可以说抄袭 这个拷贝的非常的快 那这个的确 造成美国的这个 相当一定的这个 经济损失 那应该说 它不是一个新的问题 它也不可能在 今年的会谈当中 就得到突破性的一个发展 但是呢 因为美国大选 也是要来 还是谈谈美国大选 国会议员 给这个行政部门的压力 特别大 所以这一次呢 这个西大尔特 一定是要讲出来的 那么中方呢 当然也会谈一些 原则性的承诺 实际的进展 简单说 它还是一个进行式 它不会是立刻 就有得到解决的 如果我们要认识